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家王建宇 从小出生在希腊墨人草原上 更喜欢草原这种遥阔的环境 不用跟很多人打交道 王建宇大学毕业后 并没有选择留在大城市 而是选择回到草原生活 他在这里开了一家民宿 来草原都是向往自由的 我感觉不需要太多的景点 走把观花的这种 就是首先让大家体验到 那种舒服的感觉 而不是一排排蒙古包连在一起 跟饭店一样 其实这跟在县城或者在市里 吃饭是没有区别的 很多旅游从业者 其实他们也明白 但是更多时候他们得生存 现在因为在草原来的游客都是开车 持续碾压一块草场 这个草场以后就是没有办法恢复 有些游客不仅想要享受草原美丽的风景 他们还想要 他们还想要与大城市同样舒适的居住环境 王剑雨就会带他们到离家几公里外的蒙古包 和传统蒙古包不同 这里有现代化的装修 洁白的床单和标准的卫浴 太值了 我们也要求有自己的卫生间及无烟味的蒙古包 所以这地方是我们的上雪 一片大草原都是我们的 虽然昨天有雷震雨 但清新看到了他 大家所看到的一望无际 都是建立在周围没有建筑物的上面 比方说蒙古包其实也是 但是它跟牧民在草原搭一个蒙古包是不同的 因为牧民搭一两个 在过度开发以后就是 大的旅游景点都是几十个或者成百个 最大的我估计有几百个 盖蒙古包都是水泥地 可能就妨碍以后草原的生长 游客产生的垃圾的话 这些塑料什么的被牛羊马吃到 其实也挺不好 我会讲起来集中在一个垃圾箱里 然后倒到一个集中处理点 所谓集中处理点它不像室里是一个 或者工业化那种的处理 都是自发的 随着好几家牧民看到有一大坑 比较简单的处理方式 就是让它一招幅就行 就是让它一招幅就行 在我看来做旅游的话其实是我家的一个副业 我们主要还是牛羊马 主页还是要以畜牧业为主 在一个近几年的畜牧业行情啊 不管说什么肉价各方面都挺好的 我感觉这是牧民最原始的生存手段 至于放牧多于少或者说过渡这一块 其实草原这个草也是有限的 因为在一个固定的草场面积 你如果放很多牛羊马 它这个是对草原的一种消耗 它就是久而久之已经超出草场的承载范围 我还是想恢复那个 像以前那种冬季草场夏季草场 夏天可以在东边冬天可以在西边这样来保护草原 川天 そして海岸